各位好,今天是9月10号的晚上 今天就不做这个相关的新闻的更新 今天是周末,希望大家能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昨天我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就是我的孩子的球队的队友的爸爸 得了COVID-19 所以我们球队的很多的家长就开始陆续的从前天 从昨天开始就开始给孩子全家人测试 我们也做了测试 那做完以后 孩子也正常上学 然后今天呢 在昨天在放学的时候 我的孩子就开始了打喷嚏 而且是明显不是那种像是过敏的那种打喷嚏 就感觉下午天气还热 在外面玩 走动就开始 间断性的就开始打喷嚏 到了晚上越打越多 那但是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但是我们还是挺紧张 今天早上 一开始一早上就给他量量体温 然后在98.2 98.4 这样子一个华氏度的左右 然后他鼻塞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就给学校就打了电话 然后今天就没有去学校 然后我们又从CVS买来的测试的盒子 我们就给他测试 测试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还是成这个阴性 就是显示没有中这个COVID-19 但是他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症状都感觉是很和这个COVID-19很像啊 那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去学校一般这个刚开学的话 一开学一段时间可能到班里啊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过一段马上就有这个谁生病了又传染了自己孩子或就带到家 然后全家人生病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这个学校经常都有不同的学生会生病 然后就传染给别人 但是这次好像突然一下他就他就就就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他测试 那好的事情是明天 礼拜六的话 还有就是 还有人会到我们家里面的测试 是因为我的孩子礼拜一本来是要有一个拍摄工作的 那这个拍摄工作是在明天礼拜六的时候测试 如果这个测试明天也显示是阴性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的 就是放心 但是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测试盒子在家里面 我们决定可能就是每天都要给他进行一个测试 确保他不会是因为这个孩子中了 这个孩子的爸爸中了这个COVID-19 然后就就没有办法就会影响到他 那今天我们也从这个他的队友的爸爸那边 应该是教练那边得知了 这个他的队友应该是也中了COVID-19 所以的话我们也觉得挺难过的 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我们跟他们关系也很好 他们是从巴西来的一个一个家庭 非常可爱的一个家庭 所以呢希望他们都一切能够健健康康吧 然后我这边也会每一天的给孩子进行这个测试 让我们全家都能够确保希望孩子不要感染上这个COVID-19 如果真的我的儿子感染上的话 我的老婆估计要把我弄死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的话 谁都不想要得到COVID-19 特别是孩子他们还没有打这个疫苗啊 那录制这个视频另外一个这个目的就是我现在拿到了这个信封 USPS的信封 今天寄到了我老婆的公司啊 然后呢这个里面肯定就是一张支票我已经打开了 这个就是要买我的这个车的这个人 然后寄给我的这张所谓的叫做Cashier Chain 现金支票 那反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从这个信封上 如果你能看到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这个信息给抹掉了 错的一个地方是我没有用一个假的名字 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scan 所以我把我的名字留下来了 但是我留我的真名以后 我还想到了我不应该留我自己家的地址 那我就留了我老婆公司的地址 起码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啊 不会说它知道了我家地址在哪 它甚至它把我的车 它把他人过来把我车偷走了 都有可能啊 所以当时想了一下 其实我应该是用个假名更好啊 那大家先看如果能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地址啊 好就上面这个地址显示了显示它的这个公司的名字 叫做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如果你没有看懂或者没有听懂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这是什么东西 那你把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把它单出来 IBM Cooperation 然后IBM这样一个公司 然后它是在Illinois City Illinois 然后它是在13001 311th Street West 然后我在各个地图上一找 是一个鸟不圣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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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Illinois City的一个农村啊 就是在农村的一个农田的一个路上 一个小路上 所以从这个地址上来看 一看IBM公司 然后它在这样一个地址 你就不用想这个当中就是一个scam的一个邮件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邮件打开 里面什么也没有 就有一张支票啊 那它说它寄给我的是一张cashier check 我已经把我的名字 还有它在我这个支票上面 还显示了我这个要寄的这个地址啊 到底地址都给出来了 我把它抹掉了啊 那首先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真的一张支票啊 就是如果你如果平时不是特别注意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反正就跟普通的支票没什么区别 然后从在这个灯光下 感觉这个也有一些水印啊 一些这个正常支票一些那种小的一些条文 从背后看也可以看出有签字的部分 有这个支票很多的这些细节的一些小的一些内容 都有啊 这个支票该有的一个 而且它还有一个比如像银行的一个这种 这种贴纸在中间啊 那它给我的这个价钱是八千零八千五百块零九十啊 那我这辆车我在网上放着是六千五百块 那我跟他说好我可以六千三百块卖给你 那他就说好我我我用我给你多寄一部分钱 另一部分钱是付给他的这个这个叫做运输公司的来帮他运车 那这个当中呢如果你把这个支票拿去银行对的话 那肯定一开始他可能不会马上发现这个支票问题 会让你把它存进去 存进去以后呢 那之后就会出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不讲这些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支票上的一些信息 这个支票上有叫做这个叫做 Fidelity Charitable Fidelity Charitable 我上网Google了一下 这是一家这个也是一个做金融的一个银行了 也是一家银行 那它下面这个地址 它下面这个地址是 PO Box 77001 Cincinnati Ohio 45277 这个地址呢 是这个公司 Fidelity Charitable 下面另外一家投资 这个叫做insurance 做insurance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地址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一看 这两个是对不上的 就是Fidelity Charitable 它的这个地址和下面这个PO Box是对不上的 然后呢 它这个中间又有一个另外的地址 叫做Bank of New York Mellon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银行的名字 所以呢如果你不注意看的话 你可能觉得哇好多信息 这个当中很好啊 这个支票很不错 我马上就把它存掉啊 存掉去 那你存了就有问题 另外的话 这个上面从其他方面看不出来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如果还要说有问题的话 就是这个签名 这里写了authorized signature 这个signature非常非常模糊 正常的一个签名 不管是你是打支票进去 是电子版 电脑上把它打进去 或怎么样 这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签名 而不是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啊 那所以我们就在讲如果我把这张支票就是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就存进去的话 那存进去的话 那我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存进去后马上它可能就显示pending 已经在有到账了 这个8500块9毛钱就到我的账上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让他赶紧把这个你的shipper information给我 然后让他来拿车 我把所有的这个title什么放 放里面 你就可以把车拿走了 我就可以 我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说 它虽然显示这个钱已经到账了 但是呢 它不会马上的就是bounce掉 那这样子的话 那在这段时间 对方这个scammer可以和你做任何的交易 比如说他告诉你这个shipper 可能晚来啊 或者他要换人 换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找个人来拿 然后就说你先把这2000多的这个差额给到他 都有可能 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存进去 然后你发现你有那么多钱了 然后你就把把这些钱开始用了一部分 比如说你你用了一部分去买了另外一些东西 那这个钱如果一旦这个支票bounce掉 那这个银行就要来找你追溯 因为你是用了一张假支票存进去 那你所用的这个钱就要完全的要去赔付 这个银行可能还会带来银行各种的质疑啊 那当然如果是你存进去 在这个自动柜员机马上存进去的话 那他肯定不会说是一下子就退给你 但是如果你是拿到这个teller银行的这个窗口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teller如果负责任的话 他会在检查核实的这个当中啊 他会看出这个其中的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定一定就是说要去确认一下 对方这个银行的联络方式打电话给他现在支票上的这个银行去确认这个支票 是不是谁写谁写出来的 然后呢 他这个支票是不是有效的确认以后你再去存 然后在存之前还是要向teller再去确认一下 当面确认一下这个支票是不是一个真的支票 而且这个scammer跟我讲了 他会记住记一张这个cashier check出来 但是这个上面没有显示任何的叫做写着cashier check 那所以说的话这张支票如果存进去 他就有一个实现 特别是今天是礼拜五 我存进去可能礼拜六明天会显示好已经到账 到礼拜一的时候他可能才最后出现问题 这几天那你卖的东西可能就损失掉了 你的钱就被就被骗了 这个时候呢 现在我今天这个支票就是投送到我老婆公司以后 我就给这个scammer就发了一个短信 我说我已经收到支票 我拿到了 因为他今天早上提醒我 说这个包裹已经投送了 你及时查 然后赶紧去存钱 然后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好了 我收到了 我真的收到非常感谢 然后我已经让我老婆已经存进去了 然后已经显示了非常好 你赶紧让你的这个shipper来联络我 我现在有个想法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 他到现在今天没有回复我邮件 因为这个scammer估计跟我们是有时差的 估计是在亚洲啊非洲啊 哪个任何这个地方 不知道他可能在睡觉 等他明天早上看到 或者现在看到他回给我的时候 那我可能接下来我就告诉你 好了 我已经这个支票存进去了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赶紧联络我 因为我下周要出去 我不在 你赶紧联络我来拿车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告诉他一个假的地址 我希望我这样做 然后呢 我在想 因为我在洛杉矶 我把它发到什么 Bakersfield Fresno 其实比较远 发到某个农场 既然他这个IBM公司在农场的话 那我也把它发到某个农场的某条道路上 一片农田的地方上 让他去拿车去 那这是我的想法 那但是因为我用了我自己的真名 和一个实际的地址 我在考虑实际我要不要这样做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scamming 然后真正发生在我身上了 而且一开始 我还真没有往这个方向想 但是后来越看越不对 所以呢 就没有被没有被骗到吧 也是万幸了 希望大家这个给拍这个视频 就希望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大家肯定你在这个生活当中 也遇到各种的电话了 电信了 网络的各种的诈骗 这个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断的在这几天给我的孩子来讲 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好了 谢谢观众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啊 可能有点长 有点啰嗦 不好意思呢 希望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也希望大家不要被这样的电信产片给骗到 好 谢谢 拜拜